Limung Sanctujo 過去幾個月內港股在28,000點上落 究竟港股未來走勢如何 我覺得可能跟以下幾個人相關 由7月至今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表達 以及对强美元的不满 和欧洲央刊对欧洲通胀落空言论 令美元指数形状传入后肌顶的走势 如果一旦走势获得确认 过去几个月 因为强美元间接造成的环球走资情况 可能会有变 所以资金流动11元的港股将会带来影响 过去半年 每逢美国议息 或中美冒战升级的坏消息出现 港股都会显传回落 或者中选反弹走向 例如1月当时传出美加 美加息会复族比较期大 2月传出征收旷路关税 4月份传出对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但最近9月 加息贸易卖息息下 港股只出现短暂的回落 就立即回復升势 市场全部对加息贸易卖消息逐漸习 而且不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如果差产属实 对港股短期走势 就可能会有影响 为了拖延贸易战略经济影响 中国政府近几个月 就实施了廉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例如烈运增长 对港股短期待了以前的去共纲 二两媒半中政策 均待了超级 总理理克强明言 财政政策要更加进行 推出了企业的减税抗费激发市场务力 亦可能收入赶进出可产品关税 切记内税和促进贸易等等 希望借着新政策去支持平均的经济 以上数字似乎甚至市场欢迎 令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 甚至战影响的忧虑 就减低了 刺激了A股回升 间接引致大众来港股回降 这种乐观的愿景能否延续 值得投资者考虑 经过大半年反复回落6000点 在市场消败大部分卖消息台股值平低之下 港股会保护因为追落后 而追入较长波动时 值得研究 总括而言 以上四个因素 对最近港股走势有一定的疑问 投资者应该把个机会 提前手上股票组合 根据长线而言 港股走势仍守制于中国经济旁门 中野贸易战 环球环金收紧 息口换步上升 强美而敢等的因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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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